使用者介面 然後旁邊的就是我們的硬體部分 我們要使用前 一定要在使用者介面上 輸入硬體的抗角 這樣硬體才會啟動 啟動之後 我們切換六個不同的視角 前視 後視 右側 左側 浮視 跟陽視 然後 我們為了可以讓使用者看到更多的面 所以我們設定了3D與2D不同 不同步的時候 我們切換視角 就只有2D畫面會有更改 3D畫面則是 都會一直保持臨狀 接下來就是 介紹它的轉法 它的轉法基本上就跟 魔術方塊一樣 可以上下左右 順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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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調到不同的視角去轉它 按照 我們還有上一步的功能 如果你忘記 下一步要做什麼 你可以先切換上一步去看 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們還有設為還原點的功能 只要我們按下設為還原點 下一次我們想要繼續做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回到還原點 它就回到這個畫面 我們就可以繼續解它 如果我們解不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按重新開始 這樣子軟體跟硬體 它們都會回到初始狀態 好 我按回到還原點 它就回到剛剛 我們設為還原點的地方 然後 如果你覺得 轉不出來 按重新開始有點無聊 我們可以按自轉 按自轉 按自轉的話 它就自動把它解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趁現在調速度 往下調的話是調慢 往上調是調快 然後 它自動解解完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Message Box 顯示已完成 我們自動解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 你按自轉的時候 你可以隨意的按暫停 然後去做 把它完成 接下來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 調顏色 我們可以隨心隨意的去更改 自己想要的顏色 在這個 魔術方塊上面 像把它改成這種圖形之類的 如果我們 想要 讓它 變回初始狀態 一樣 按重新開始就好 好 這次介紹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這樣子